翻译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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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何世宇 我在松林科技 那今天主题是讲说 我们都有用Maven 那Maven非常方便 那 其中一个点呢 最方便的地方 其中一点 就是我們只要寫好我們這些dependency 把我們依賴的關係定義好 剩下的去抓這些gadam的東西 就透過maven幫我們處理好了 所以以前在剛接觸在用的時候 就是自己也蠻好奇的就是說 那我們怎麼樣share我們自己的東西 給別人這樣很方便的使用 比較簡單的方式就是 如果你嫁一個你private的host 那如果人家在他的pong裡面定義你這個URL 也是可以拿得到你的gadam 但是這樣總是覺得比較不是很方便 所以以前就有稍微去研究這一塊 那一路以來也有稍微發佈一些自己的東西 那所以今天就是將這些過程 因為今天只有15分鐘很快這樣 就整理成一個懶人包share給大家 那因為投影片就到這邊 所以大家如果有手機或是yourpad就是掃一下 或是打上面網址 接下來我們都會在上面講 所有的重點就是懶人包 那上面是非常詳細的步驟 那等一下只會挑重點出來 把觀念告訴大家 那大家回家可以照著每一行的指令去跑 那基本上應該都可以完成 好 那我們就開始了 今天在這整個翻譯裡面呢 我們大概就是有用到幾個服務啦 那這些都是public都是免費的 那所以如果你要照著做的話 你首先要先去申請好這些服務 第一個我們的source code是用github來管理 現在應該大家都已經有了啦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我們用了travis 他是一個CI的服務 幫我們做後面就是自動化測試部署這一塊 那他如果你沒有用過的話 你就是把它想像成可能想像成jenkins 大家比較常見的 那這兩個都是免費的 然後就是註冊都很簡單 那這邊有留連結 第三個呢 因為我們到時候要發布到maven上面 那我們必須要對他申請一個我們的帳號密碼 用這一組帳號發布給他們 所以你也必須去maven那邊申請 所以我們會申請這三個服務 那申請完了以後呢 主要就是這張圖 這個大概是今天的全部的重點 我們完成了以後我們會做到兩個目的 第一個我們在這邊寫任何的程式碼 我們只要push到github上面 這邊是我們的程式碼 這個travis在中間扮演的就是 他會自動幫我們拿出來測試 這是一般的push 那如果我們在這個地方 對這個github下一個take 或是說我們發布一個release 那這個travis呢 他拿來測試完了以後 他會再幫我們自動的push到 deploy到這個maven的host上面 這一套自動化的流程 大概就是今天做完就會完成的 所以要開始之前呢 我們要先決定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的group ID 我們用maven的時候 我們都會給他group ID artific ID跟version 第一個是最重要的 那我們必須要先去申請一個 所以稍微往下看 申請的大概就是這一個連結 點進去你就可以apply一個申請 那這個大概會需要 官方是說會需要幾個小時 最久到兩個工作天以內 所以假設你今天晚上回去 就想要試的 你可以今天中間休息的時候 就先去申請一個 那應該幾個小時內就會通過了 那申請的話 如果你今天也是用github的話 maven建議就是直接用後面這個 當成我們的group ID 那如果你不是你想要做你自己其他的 你可以來看一下maven的建議 他已經寫得蠻清楚 就是你假設你今天有 擁有某一個domain 那你可以怎麼 怎麼申請你的group ID 所以這邊以上都是前置的申請的 步驟 那接下來才是我們現在的 我們自己程式碼要做的一些調整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Maven 的build的過程中 需要做一點點的調整 我們的pon裡面呢 會必須要加入一些 Maven定義的這幾個take 那另外呢 Maven要求我們一定要release source code跟java document 就算你不想release 你要產生這兩個檔案 所以通常我們會透過兩個plugin 來做到這件事情 那我們來看一下範例 我們來看一下範例 做一些設定 然後首先你要宣告你的license 那這邊我是舉例 假設我們發佈的是 Apache 2.0的這個license 接下來你要宣告一下 你的版本空管在哪裡 然後關於你的一些資訊 那下面這邊通常就是 我們自己 你的自己這個 這個程式會用到的一些依賴關係 那這邊有幾個plugin呢 第一個 大概這邊 第一個幫我們產生java document的plugin 第二個幫我們自動產生source code的plugin 那後面這邊是幫我們做千張的plugin 稍微後面一點會講到 那這一個呢 就是幫我們發佈的plugin 所以我們會用到四個plugin 那這一份其實是可以直接用的 所以你如果想要用 你就把它貼過去 把上面那些點點點稍微調整一下 就可以直接用了 做完剛剛那份plugin的調整 基本上就完成了每份的一些要求 所以我們回到這張圖 這個地方呢我們就已經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就是 我們要發佈我們的一個key 到他們的key server 因為我們每次把我們的jar檔 丟上去的時候 我們都必須要簽章 告訴他說這就是我發佈出去的 不會被人家隨便的就是發一個東西 發一個好像就像我寫的程式 別人幫我發上去一樣 所以你必須要發佈一個publickey 然後你自己造作產生出來的 你要用你的privatekey去簽上去 所以首先呢我們要產生key 然後把publickey放上去 所以呢他們是用gpg這個簽章 那這邊有一些安裝的方式 那我留了一些就是genkey的一些指令 基本上大家應該是照著切上就可以genkey了 所以我們會有一把publickey 然後呢重點是這一行 我們要把它發佈出去 發佈它的key server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我們剛剛gen的那把key 還有另外一把secretkey secret就是我們privatekey嘛 那這邊我們會出來啦 因為到時候我們會 由Travis幫我們來做這個加簽的動作 好 所以我們再稍微回到這張圖 所以這個地方也做完了 接下來就是Travis要怎麼幫我們執行 那Travis執行的話呢 他基本上是任一個你的repository的root 要有一個.travisyml 有一個yaml的一個檔案 所以稍微往下一下 所以呢接下來我們要設定Travis 這邊剛剛漏掉 因為我們中間呢 會對一些重點的資料加密 包含你的帳號密碼 或是你的passphrase 等一下稍微解釋一下 所以事先你要先裝上Travis的coi 因為我們會透過這個幫我們 保護我們一些重點資訊 不會被人家隨便拿走 所以Travis的coi這個裝一下 Travis會透過這三個檔案幫我們完成 剛剛我們後面說的這些自動化測試 那第一個是比較重要的 第一個是他官方規定的一些 就是他這個檔名 等一下會稍微介紹一下裡面的tag 大概什麼意思 後面兩個是我這一次舉例的檔名 後面兩個就隨便你取 你可以換成你自己喜歡的名字 所以我們看一下第一個Travis 這個YML它裡面的東西 這邊大概是宣告一下我們的語言 然後我們必須要用oracle的java bar 然後這一行就是一般如果跑test 他會去幫我們run the test指令 所以如果你的test指令不是maven test 這邊你要稍微調整一下 也許你會有自己的參數在後面 那接下來這個deploy的時候呢 我們是on tags 這個on tags意思就是說 當你的github有被切tag 有被下任何tag 包含draft一個release的話 這邊deploy才會啟動 啟動前呢 它會先把我們的key import進去 然後接下來把現在你的pont裡面 宣告的version換成現在tag的這個名字 然後接下來就是做一般的deploy的這個指令 所以在deploy的這個過程中 我們會用到幾個比較敏感的資料 剛剛有講 第一個就是我們在maven那邊 申請的帳號密碼 第三個就是我們那把private key的passphrase 要必須要有這個passphrase 你才能用這個private key 所以就算我們的key今天放到travis上 其他人就算沒有這個passphrase 也沒有辦法去使用嘛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這三個東西做加密 所以透過這三個指令 它就會幫我們加好了 那接下來這個就是那把key 那最後呢就是在travis上面跑maven的話 那個maven的settings的那個xml 要稍微做調整 必須要把我們的就是我們的那個host mavencentral那個host的帳號密碼給他 然後最後告訴他我們的這把key的一些資訊 以上大概這幾個動作就已經完成剛剛上面那張圖的流程 那這個時候呢你就可以push看看 push看看你的程式碼到github上面就可以 他就應該會run test 然後你可以去切一個take看看 他就應該要部署到maven的那個host 那有幾個方式可以檢查 就是你可以用瀏覽器啦 直接到這個我地方 這個就是他們的那一個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reportory 那應該真的全世界都在上面 也蠻多的 所以速度有點慢 那他有一些rest的API你可以用 那我這邊有舉例 比如說你這樣下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取回來 是你這個group ID下面的這些dependence 所以就是用這些方式可以很簡單的確認 那你常常在key號上面也會看到一些這種圖 其實就是Travis給出來的圖 所以你也可以就放這個你的build 看看有沒有build通過 語法大概都是下面這邊 然後下面大概就是一些官方 我大概過去把這一套串起來大概參考的文章 那以上的話 再來就是在這邊做一個分享 那基本上如果照著做大概半小時以內啦 沒有遇到問題大概半小時以內應該都可以串起來 所以差不多就是到這邊 如果有問題的話 歡迎大家就是直接在key號上面開issue 或是直接找我來聊都可以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